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僧团制度 因为任何一个宗教他要传递 他就必须有他的组织结构 我们提到了僧团制度最早是由齐纳教创建出来的 而佛教最早的僧团就是吴比丘 因为释迦开始传法之后 他的整套理论逻辑性比较强 也比较可信服 于是很多沙门派别的成员就纷纷改宗加入佛教 当时印度哲学还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学风 就是谁说的对我们信谁 佛陀传说有十大弟子 这是他的僧团结构的核心 在度化众生的事业里头 释迦摩尼佛他是根本导师 但是度化的工作大多是通过教团进行的 所谓教团他包括四众弟子 即比丘僧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仪 实际就是男出家众 女出家众 男在家众 女在家众 现在我们都称呼这男在家众 叫男居士 女居士 实际四众弟子 是有七类的 不光是有比丘僧 比丘尼 男居士 女居士 他还有沙弥和沙弥尼 在沙弥尼 在下一层 还有一个学界女 实际四众弟子是七类 在佛陀入面以后 特别是佛陀入面以后 度化众生的事业 是由教团来承担的 所以佛陀他在生前 就非常重视教团的建设 严格的说 佛陀的教团 是修行者的和和整体 又叫僧家 或者僧团 僧家的意思 就是和和之众 在佛陀的规定下 教团组织 它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 所依 第二 戒律 第三 组成架构 所依是什么呢 就是所依持 教团 第一要有所依持的 第二它有戒律 第三它有组成架构 所依就是最基础的一环 又叫三宝 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 由皈依三宝 就进入了佛教的教团 三宝作为全体佛教的根本 规定了佛教的性质与意义 是佛弟子首先要遵守的底线 在皈依三宝以后 我们说四众弟子嘛 七类嘛 不同弟子遵守不同的戒律 戒律戒律 戒和律 本意是有差别的 戒是防非止恶的尽条 它偏重于内心的自律 戒律 偏重于自律的 而律 那就是为了维护出家的这种清静 所应遵守的法规和法则 这就带有他律性 不光是自律了 就有他律性和规范性 戒 出家在家都可以用 就是说你是比丘 你是居士 戒都可以用 律 这个东西就在家居士 就没有律了 只有出家的僧人 他有律 佛陀至戒 是都有缘起的 最初僧团开始遵守的只是一些基本戒律 但是弟子越来越多 环境越来越复杂 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多 所以根据所处的具体环境 佛陀就对戒律给予了细化 就是说都有缘起 每一条都是有原因的 传到中国的 有四部戒律 我们插一下 就是文学的佛教吧 因为关于这十大弟子的故事 我们一般不愿意太讲 但是他跟后面佛教的第一次大分裂有关 所以我们就概述一下十大弟子 这十大弟子排第一的摩赫加业 号称苦行第一 他专修投脱行 他是第一次佛教经典集结的主持人 因此报得大名 后来又称他为大家业 他八岁入婆罗门教 他本身是个婆罗门 但是他就喜欢修苦行 就我说的 这个人很古板 世尊入面以后 传说他就到了中国云南的基足山 等什么呢 等弥勒将士 静待龙华三会 下一个 第二弟子 多文第一 阿难陀 阿难陀生于加比罗魏城 就是他跟佛陀是老乡 不光是老乡 他就是佛陀的堂弟 反佛的最主要势力是提婆达多 他实际是提婆达多的亲弟弟 世家的父亲叫靖范王 阿难陀的父亲叫甘露范王 阿难陀对佛陀很不客气 因为他跟佛陀关系亲近 对吧 我们说阿难陀可能是大家不太 就是我们简单说 他就叫阿难 阿难对佛陀很不客气 有两件事 一件事情 佛陀入灭之前 其实他也不忍涅槃 他还是很留恋生活的 他三次问阿难 说我想显神通活下来 阿难不作答 佛陀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于是就没显这个神通 就涅槃了 另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佛陀不让女性信教 所以很多女性就侮辱佛陀 认为佛陀在器官上不是很健康 于是阿难就在大庭广众之下 要求佛陀当即向大家示众 所以因为他对佛陀的不客气 导致佛陀的很多弟子对他都非常的不好 包括家业 应该说尤其是家业 阿难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跟佛陀学法 他幼年的时候 师从当时一个著名的外道 叫实力家业 在世尊55岁的时候 他才开始入佛门 前后跟随世尊25年 阿难陀博文强迹 文艺之时 故称多文第一 佛经第一次集结 绝大部分的经文是由阿难记忆口传的 这里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阿难传经的时候 五百罗汉都以证得罗汉 唯有阿难为证得罗汉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因为他跟佛陀的关系很亲近 他对佛陀平时就很不客气 所以家业也好 其他弟子也好 就是大家都不带他玩 他还没有证得罗汉 但是需要他传法 怎么办呢 于是给他了一个快速毕业 然后由他现场传经 其他宗派为了侮辱阿难 曾经在经里造谣说 阿难相貌俊俏 托得妇女爱慕 所以他的一生 桃花运不断 其实不是这样的 造谣者有以禅宗为圣 因为禅宗是以家业为自己的祖师的 所以以禅宗误辱阿难为最多 实际的原因是因为阿难 说服了佛陀让女性信众出家 佛陀本来是不要让女性出家的 但是阿难多次跟他提 尤其是第一个出家的女性 叫大爱道 就是养大佛陀的姨母 阿难说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阻止 把你养大的这个姨母来信道呢 于是佛陀就同意了 所以阿难非常受女性信众的爱戴 出家的尼安 很多地方都共有阿难塔 在佛入灭后二十年 阿难多灭渡 藏于王舍城竹林金社之策 传说他在入灭之前 到基族山去找家业 我估计是希望得到家业的谅解 因为大家都觉得佛陀灭渡跟他有关 但是是否家业谅解了他 我们不知道 排第三的 智慧第一 舍利佛 舍利佛这个名字的来源 其实是指一种鸟的眼睛 舍利佛这个人自幼博学多才 精通百意 并且他自己就收徒 他弟子众多 他和另一尊者 穆建联是铁哥们 他俩年轻的时候就一起出去学艺 他有多少个弟子呢 他有三百五十个弟子 当他听说世尊的圣名之后 就率领三百五十个弟子来到竹林金社 归依了佛陀 受了巨族见 所以因为他的加入导致世家的势力暴增 佛陀后来又称舍利佛为法将 所以舍利佛实际在朱弟子中排首位 号称智慧第一 新经理经常提到舍利子什么什么什么 舍利子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 舍利子好像听课不是很认真 佛陀经常要叫他一下 他在世尊入灭之前 已经感觉到自己涅槃七将近 所以提前入灭 也有传说他是被婆罗门害死的 排第四的尊者叫须菩提 须菩提解空第一 他出生于舍利城 是一个大商人的孩子 他自幼立志归佛门 他不是外道 我们前面讲的三个人都是外道 中途信佛 他是自幼立志归于佛门 擅长解空 前期讲 大家可能听我讲过像十二姻缘这些东西 就说空有这件事情讲起来是非常抽象的 他擅长讲这个 所以他是般若学的祖师 排第五的 说法第一 弗罗那 弗罗那也生于加比罗未成 他是谁的孩子呢 他是阿若乔陈如的外甥 就是我们说的五比丘之首 五百罗汉之首 阿若乔陈如的外甥 我们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所有宗教在开始早期传法的时候 都是从身边人下手的 我们看看 释迦摩尼 他这个弟子里头 不是他的老乡 就是他的亲戚 然后要不然就是他哥们的外甥 就这个 跟那个伊斯兰教差不多 这个弗罗那的父亲 本身就是静泛王的国士 这个人非常善于辩论 所以号称说法第一 他这一生致力于传播佛教 大家都知道 传法这个东西必须嘴很好使 他是我们已知最早的布道者 前两个尊者 大家实际中国的都不是很熟 中国比较熟的是前三个 摩赫加叶 安难 和舍利佛 下一个尊者 中国人是很熟的 因为有他一书精细 神通第一 大木建连 世间又称他为 木连尊者 中文的意思叫做大赞颂 他的繁名就叫大木建连 他是舍利佛的密友 俩人少年时即结伴出去修行 率领350人出家的 就是有他和舍利佛 他以神通著名 因为木建连的母亲啊 出生在一个很怪的族 就这个族的人 反正就有很大的罪孽 他的母亲身坠地狱 受尽苦难 他做梦的时候梦到了 所以他要救他的母亲 于是他求见世尊 请求救母之法 后来他就把他母亲救出来了 这个我们中国有整套的折子戏 所以大孝子木连的方明 至今仍家喻户晓 就是我们这个各种 各种文学形式的歌颂过他 但是当时有一外道 和世家是有夙愿的 就是裸行外道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虐待自己的那种不穿上衣的外道 因为跟世家在这种裸行修行的时候 没有成道有关 然后他就比较鄙视这种外道 所以这种外道跟世家有夙愿 穆建连救母天下文明 就引起了一个裸行外道的忌妒 于是在穆连在山中禅定的时候 我们谈过禅定的时候 会进入一个 就是甚至自己呼吸都感觉不到的状态 将其刺善 所以我们知道 舍利弗和穆建连 他们率领了最大的弟子团伙 加入了世家的僧团 但是这俩人 却都被当时的外道所杀 这是一个历史的一案 下一个 叫磨合家瞻言 磨合家瞻言 论意第一 就是前面有一个说法第一 他叫论意第一 前面有一个说法第一 解空第一 还有论意第一 意是什么呢 实际就是逻辑学 哲理学 他的父亲本身就是 费陀学的论师 就是他的父亲本身就是个哲学家 他之所以留在十大弟子里 因为他是南传佛教 就是巴黎文教 以巴黎文书写佛经的祖师 下一个 叫天眼第一 阿难律 他是世尊的表弟 出家修道 但是他睡着了 于是受到了佛祖的呵斥 他受刺激了 遂历世终生穿粪扫衣 就是终生穿一个破衣服 昼夜不眠 已至双目失明 就是说 他 他因为 受了呵斥 因为睡觉受了呵斥 于是就决定再也不睡觉了 最后熬到了双目失明的状态 书上说 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受到了大家的赞领 被推为天眼第一 我觉得这事颇为讽刺 就是 他已经双目失明了 却被誉为天眼第一 佛灭后 他成为僧团的领袖之一 这个印度修行者 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特点 最近有一个新闻 说印度有一僧人 一直举着手 举了一辈子 最后这个手就定在空中了 印度的修行者认为 如果一件事人人都能干 但是就不能坚持干 我要把他坚持下去 我就牛逼 就像这个举手的人一样 你人人都能举手 但是我举一辈子 哎 我就成到了 这个哥们也是 就是 安娜律也是 最后双目失明 他被证为天眼第一 这个我就不说 他这种修行方法是对 还是不对了 我觉得这是 印度修行者的一个 齐戒 后两个 就剩两个尊者了 后两个尊者非常重要 一个 叫优婆黎 持戒第一 优婆黎是什么人呢 他是佛祖十大弟子里头 地位 种姓最低的 他本身是守陀罗 大家注意过没有 佛陀的弟子 排第一的 婆罗门 排第二的 撒地利 排第三的 也是撒地利 就是说 还是有顺序的 这个弟子 优婆黎 他是守陀罗 是最贱的民族 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理发师 他是王舍成的理发师 他负责干什么呢 他负责给佛陀剃头 和给诸位弟子 和给诸位弟子剃头 我们以后会在讲印度教的时候仔细讲一下种姓制度 其实种姓制度是一种社会工作保障制度 就是说如果你姓优婆黎 可能你这辈子包括什么姓这个的都是剃头的 剃头的人为什么会成为十大弟子中最重要的一个弟子之一呢 这里有一个小的宗教学分支叫宗教标志说 就是任何一派的教徒要以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时候 他们要有标志 比如说基督教那要戴十字架 比如伊斯兰教要包头 那佛教佛教采取了一个省事的方法 就是把头都剃了 所以世尊为优婆黎独传了一套法 叫什么法呢 叫戒法 因为你受戒得剃头嘛 对吧 所以剃头受戒这个事很重要 于是在十大弟子里就有一个出身最低种姓的守托罗 而且是个理法师 他精通戒律 后期为僧团解决了很多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佛祖入面的时候说到 以戒为师 所以当大家不知道问题的时候 就要问优婆黎 而且在第一次集结的时候 有两个人上去讲法 然后最后集结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阿难 阿难是讲经 优婆黎是讲律 所以优婆黎被称为持戒敌 在僧团讨论问题的时候 他的位置要坐于僧团的上手 大家知道戒僧总是一个僧团里头位置最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家业和优婆黎一直把持着戒僧 因为谁有制定法律的权利 谁有解释法律的权利 谁就居于这个群体的最高位置 所以戒僧一直是所有僧团里地位最高的 但是 大家还是把律宗的祖师认为是家业 虽然整个律是由优婆黎背出来的 其实这里还是透射出了大家对种性问题的一种 一种遵从认为 家业的种性高 优婆黎的种性低 十大弟子最后一个 是世家的儿子 罗侯罗 又叫罗乔罗 他是世尊的弟子 他的出生有很大的传说 号称他与母胎中受胎长达六年之久 就是他怀孕了六年才生出来 这个事我们也只能当神医听一下 世尊成道后三年 世尊是哪年成道的 35岁成道的 世尊成道后三年是38岁 世尊出家那年是离开家 生他那年是哪年呢 受孕那年是18岁 世尊24岁的时候生的罗侯罗 所以 他十几岁就出家了 并且他是在舍利佛和穆建连的促使下出家的 佛陀本身并不想让他出家 所以他出家之后拜舍利佛为师 因为他中途修行很怠慢 佛陀对自己的儿子要求肯定是更严格的 所以经常的呵斥他 于是他就更加奋勇的修行 而得到了密行这一独特的宗教教理 实际这就是开创了整个中国密教 或者是说藏传佛教的先河 或者就说他就是藏传佛教最早的宗师 早期僧团都是比丘 没有比丘尼 直到晚年我们谈过 因为阿难多次提 就是让世家接受他的姨母大爱到入教 所以到晚年才有妇女入教 世家对妇女一直都持歧视态度 在早期的教义和戒律上 都是非常歧视比丘尼的 其中有的条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 是说比丘尼即修行百岁 见到刚入门的比丘僧 仍要垂首处立 就向他请教 而且比丘僧可以收徒比丘尼 比丘尼不得自己收徒为比丘尼 所以说金庸先生写的峨眉派 灭绝世代收弟子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因为比丘尼不允许收徒 只有比丘僧可以收比丘尼 并且比丘僧可以批评比丘尼 叫面次比丘尼 比丘尼不得面次比丘僧 就是说比丘僧可以说比丘尼的不是 但比丘尼绝对可以顶嘴 佛陀的戒律 在他在世的时候 一大二百多条 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 不妄语不饮酒 这里我特意要谈到不妄语这一条戒律 大家尤其是普通老百姓 经常说不妄语 以为妄语就胡说八道 这里的妄语是有特指的 是说不得自己宣称成佛 就有很多人说我成佛了 我悟道了 不得 这种话就叫妄语 整套的戒律出现的比较晚 早期的戒律 主要是戒御 其次是盗杀妄语